- 这个礼物需不需要交? - 顾- 顾兮兮,别的女人跟你老公表白,你就一个欧子。 - 不然呢? - 你不觉得你刚才穿帮了吗? - 有吗? - 是这样的,这个奥子呢,它不是单纯的奥子,它代表了很多的含义。 - 它表达了对你的充分信任,还有对对手的这种蔑视。 - 就即使它给你表白,我也依然是你的尹太太。 - 顾兮兮,你是不是有点膨胀了? - 嗯? - 你好歹以后吃下醋吧。 - 嗯,刚才确实疏忽了。 - 干嘛? - 吃醋。 - 这样呢,它就是我顾兮兮的专属口罩。 儿子。 幼稚 老板 这个礼物需要交通吗 一条我已经就把你说买了 起码得两条吧 你一条 我一条 我跟你讲 那个阳锡威明显就是高级绿茶 特地在那边炫耀 然后还要想破坏你跟尹思辰的关系 要是我在场 当时我就拿那个围巾 我就丢到地上说 老娘才不喜欢那个什么围巾呢 那是限量款呢 是吗 那我还是捡起来吧 另当个人 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擦一下 不过 你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吃醋 有 有一点 那是有什么办法 人家阳锡威跟尹思辰 青梅竹马认识了那么久了 要不是我突然出现 人家说不定都结婚了呢 哪有什么如果 你跟尹思辰呢 现在已经是在一块了 不管是情缘也好 孽缘也罢 这都是老天爷 一切安排好的 注定好的 不过 你们那个 什么契约也要到期了 我觉得 你是时候应该考虑考虑未来 我觉得吧 那个莫子欣就挺不错的 可以考虑 你有完没完啊 嗯 嗯 嗯 你思辰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嗯 别多想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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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邵总好 邵总好 嗯 嗯 那个 上个季度的表 你们都做出来了吗 哎 那个你们的表格做得怎么样了 啊 对就就上季度那个 这个吗 我觉得还好啊 就是之前的那个 表 哎 太忙了 你看看我刚刚转了一圈 饭都没吃 要不我们两个去 上总 嗯 这份文件很重要 你一定要认真看到最后 嗯 文 文件 嗯 那 那个饭 哭 文件很重要 行 哇 嗯 神经病 神经病 怎么这么大烦呢 怎么这么开心啊 这里是一家经济研究机构的内部资料馆 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是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的朋友 所以 你今天尽管在这里找你想要找的资料 谢谢学长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吃饭倒是不用了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等我以后想好了再找你兑现 你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的 那我们一言为定 行 学长 我看这边书挺多的 学长 你要是工作忙的话 就赶紧去忙 我自己看就行 你放心 我今天刚好没有什么事情 在这边陪陪你 也当冲生店吧 好啊 我又替你找了一些书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这个好像很有用 收了 搞定了 谢谢学长 我在这里 特意打赏了特别感谢 不用那么感谢我 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 那肯定不是 好 完美 顾兮兮 我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商业奇才 我这么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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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 过来 老板有什么吩咐啊 在家里要叫老公 说过多少遍了 老公有什么吩咐啊 干什么去啊 我找林小雅 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给我看一下 拍摄 这是你做的吗 算是吧 特别感谢 莫子欣 因为莫学长有帮我做这个企划案 所以我感谢一下他 有问题吗 写得不错 借我学习一下 啊 啊 啊 什么啊 去帮我放洗澡水 没看见宋妈在忙吗 我去吗 嗯 行 嗯 嗯